你不需要做很多设定 你只要翻译好 你上面的那一些文字都给它翻译好之后呢 它秀出来就会是它的国家设定 因为它会根据它的locate 它是用哪个语系自动显示出来 所以你可以做个多国语系的APP 任何国家都看起来都是他们国家的东西 这个是方向 因为Android它已经是全世界的一个平台了 接下来的话我们有模拟器之后 再来就是要写一个APP放上去 那放上去才能够达到跨出第一步嘛 不然你看前面光环境设置 光你要看到这个就已经是很不得不简单的一件事情 在不用说之后要开发了 不过我想慢慢的你们之后就把这个部分确定下来 以后放低叠 然后确定有没有JDK 有JDK的话呢就先把模拟器开起来 开起来之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来做那个设定 那这样来的话呢 模拟器开起来之后呢 我先把这个插插掉没关系 刚刚是模拟器是这个按钮 有没有叫VDM 这个Virtual Device Manager 那旁边还有个小绿人 你把它开起来之后呢稍微等它一下 它会去侦测说你现在这一台电脑的那个Android HDK的版本有哪一些 当然哦如果说呢你想要测试一下那个4.0版本的话 请你把4.0的这个地方打勾 然后怎么样呢把它怎么样呢做install 因为我已经装了 刚刚我已经把它装下 如果说呢你这一台没有装4.03 现在最新版就是15的版本 那如果想你要看一下那个4.03长的什么样子的话 那请你再把这个地方打勾之后再按什么呢 install 不过它有一个缺点啦 你会发现光刚开始跑 跑这个就要跑很久 光跑这个看到所有的画面就要等个好几分钟 OK好 那这部分的话我看把它放着好了 把它缩小 那再来的话呢我们等一下来讲一下就是说 怎么样 先把这个 怎么样建立一个 新建一个什么呢 专案 可以让它在模拟器上面看到 那上礼拜我有跟各位讲 最后就是这个地方 对不对